第四季,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我在讲,我在解释这个东西 不是在母亲的肚子里,是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的 在你母亲肚子里面还没有成立之前,就已经预定你了 因为我要讲创世以前是很抽象的东西 我要讲更实在,在你母亲,或者你母亲和你的父亲还没有认识之前,已经预定你了 我讲的是预定 然后我们讲的命令就是说,当你信仰耶稣,你不要只是在教会每个礼拜 你要找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 每一个人的旨意,每一个人的计划,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 整个宇宙的计划里面是不一样的 你要找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 不要模模糊糊糊糊糊糊的过你的日子 不要蒲腊糊糊糊糊糊糊 用不断吃不二 哦 三 呃 对 找到 祝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旨意 我很清楚我的旨意 我不知道兄弟有没有 你祷告你生 你的旨意有没有 我的旨意很清楚的 我就是要把我 我要这一辈子 我要奉献给上帝 我要服侍上帝 我要把我这一生去 告诉所有活人的 活人世界里面 把父亲传给他 这是我 上帝给我的旨意 和我的使命 和我这一生的计划 我都是卖这个目标朝走的 只要是有活人的地方 只要是有活人的地方 我都是要我 我都要去 这是我的旨意 上帝给我的计划 你要找出你的计划出来 你不一定是要做全时间工人 但是你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市场里面 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你有你上帝要给你的旨意 OK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就讲完了这东西呢 就15节 15章 15节就开始讲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 从主耶稣基督亲爱的众地圣徒 就为你们不足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这就是保罗开始为基督祷告了 这个祷告很重要 你听 你看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世人智慧和取师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 使你们真知道他 谁是他 就是耶稣基督 那 这里很重要 保罗祷告的东西 他为圣徒祷告两件事情 叫上帝给我们两个东西 就是取师的灵 和智慧的灵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the spirit of revelation 如果今天 若不是上帝开我们的眼睛 若不是上帝借着圣灵 取师我们 我们不能认识神的 我们的认识神 只是靠着言语上 这样读读读脑袋而已 认识神是一种经历来的 认识神是一种城市来的 认识神是一种境界来的 你不是因为你读完整本圣经你就认识神 未必 因为我读完了 我那时候的我把整本圣经读完了 我还不是真的认识神 圣经说 这个取师的灵和 而智慧的灵会 帮助你什么呢 它会让你真知道神 不每一个人都知道神 不每一个人都认识神 如果不借着圣灵的取师 给你智慧的灵和 取师的灵 你不能够认识神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取师的灵和智慧的灵 除了给你真知道 经历到神之外 它还能够给什么 第十八节 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它的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stop在这里 你看 除了给你认识神之外呢 这个取师的灵和 聪明 这个智慧的灵呢 能够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哦 兄弟姐妹 读了这里我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心中有眼睛的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心眼是瞎的 他们心中心灵 心灵里面是没有敞开的 他们心灵里面是没有眼睛的 所以 他们需要 所以需要 趋势的灵 智慧的灵 来认识主耶稣 然后 这个 当你心中的眼睛打开之后呢 是能做什么呢 他说 使你知道 他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 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的 何等的 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有三样东西 当你的心眼打开之后 第一 你知道 上帝 为什么呼召你 为什么你今天是信徒 为什么你是基督徒 第二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上帝要给你的基业 就是 不是产业 基业 产业和基业不一样 产业就是 赚来 然后就是产业 基业 你不是你赚来的 是上帝已经 已经立下 根基 从开 从创始以来的 基业 赚给你们 business and property 对 基业是business 也不是这样讲 inheritant inheritant inherit 你不是因为 你是做了某某 你变成博士之后 你当牧师之后 你当了某某人之后 你 你得到这个基业 inherit 就是你要承受的 不是因为你是谁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得到这个基业 产业是 你做了之后 你 因为我努力啦 我很努力赚钱 所以就买房子 买车子 买戒子 生儿子 买买妻子 不是 娶妻子 是这样 对吗 父母亲还有钱 留下来的 价偿 对 他富庸做的 对 父母亲他讲得很对 父母亲承受下来这种基 他做 一出事就拿进手师 对 就是一出事就成了以塞族了 但是 当然我们这里 我们不能讲 我们进手师以塞族 当然 是上帝 计定 决定 给我们的基业 来的 所以第一 你会得到 你知道为什么 你自己就读 第二 你得到 上帝给你的基业 所以你 当你明白这事情之后 你就不会很辛苦的 一直在追求啊 一直在追求啊 我要努 我要努力啊 我要怎么样 我要做plan啊 很多 当然我不 我不说 你不用 你进了基督 你不用去plan你的生活 你不用去计划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事业 但是 你再怎么计划 怎么plan 怎么去 去安排你的事业 和你的生意之后 你要知道一样东西 上帝已经 上给我们 这个基业了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得到我们 我们辛苦苦啊 很多基督 我要告诉你 我不是传讲 成功的信息的人 成功的信息 就是说 你要成功吗 你要在你的 你的生活上成功吗 你信耶稣 要作为成功的 一个成功的人吗 你就要不停的给教会 你就要给十奉祭给我 放在我口袋 你就能成功了 这叫成功的信息 讲成功信息的 牧师很多 但是我要教 我要告诉你 你如果你知道 得基业 你就不会乱来 你不会去 拼命的去做 很多很多 那些教导 成功定律的人 他也是把 以前那些 拜扬功的定律的人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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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 今天圣经教导 我们说 你要得基业呢 你是要相信 而且圣经讲的 这些话 如何 你知道 你知道 恩赵如何 你得基业 是不是 你还没有得到 还没有得着的 这个这里 保罗所讲的 已经是发生 已经完成了了 为什么会完成呢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定十字架了 完成了 这基业 已经是 你已经有了了 很多截图 不会做到事情 今天我要跟你讲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claim claim你的基业 上一已经给了 如果这个手表 是我的 我的 今天我说 某某人 或者姐妹 我给你 我是给了 我的方面已经给了 可是 哎呀 蛮漂亮的 我带你 蛮漂亮的 这个很好 但是又看看 他们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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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得不到 基业 你 一定要claim 把它 拿 坐在手上 很多基督徒 不会这样说 上帝 你已经答应给我们 我们承受你的 基业了 我一定要claim 我今天不是一个 过一个 贫穷的基督徒 我不是一个 贫穷 我不是一个 我还是要 你